你们好 接下来我将介绍练习的部分 透过练习 语言学习者 能将过去所学习的 对话、声词、语法等内容 融合在一起 并且实际应用在生活里面 我们的课程练习 就是以这样的目的 为出发点 设计一系列相关的练习项目 我们的课程 包括三个部分的练习 下面就针对每个部分 配合影片详细的为大家说明 第一部分的对话练习 内容包含 看漢字、读句子 看句子 找出正确的回答 还有选出正确的声调 有些中文学习者认为 我只要学习听和说 能和人沟通 就没有问题了 学习汉字不是必要的 确实是这样 不过若未来要学习更深、更难的内容 学习汉字很难避免 所以 他人对话 也是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 所以 所以看句子 汉字认读的课程 汉字认读非常重要 就是以你们为中心 就是以你们为中心 帮助你们学习 而选出正确的词汇 就是利用每个单元 课程里面 所学过的声词 复习学习的内容 让你们融会贯通 再次强化词汇的印象 最后一个部分的练习 是语法练习 语法练习 包含 将句子改为 是非问句 否定句 和否定疑问句 等三个部分 学习外语 除了能够说出 直数句以外 问问题也相当重要 能问一个问题 不太容易 要问一个好问题 更是难 我们的课程 就是站在 初级学习者的角度 希望能利用练习 来学会问问题 好让语言能力 能够往前迈进一大步 所以语法练习 我们设计了 把不一样的句子 改为问句 希望上面三部分的练习 能够帮助各位 完成现阶段的学习目标 请不吝点赞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